网路上疯传 卫福部长陈时中在疫情期间参加聚会脱口罩喝酒唱歌的45秒影片 在画面当中他展现好酒量忘情的高歌 但不少网友质疑为什么没有戴口罩 也没有保持社交距离 陈时中深夜立刻澄清说影片的时间点是在去年解封之后 但还是被质疑违反防疫规定 因为当时的规定是餐厅每桌8个人无法维持社交距离就要戴口罩 另外国民党的议员女参选人又再PO出了一段新的影片 指出陈时中今年11月9号参加医药界活动 也在台上高歌 只问防疫标准到底为何 那么陈时中他也说只是应朋友邀约唱两首歌就离开 西装B点的陈时中开心标歌超级嗨 红酒下毒后看起来有些醉意 网络上流传这段45秒影片 陈时中聚会饮酒唱歌 没戴口罩 身旁还有几名长发女子陪同 地点疑似是私人招待所 陈时中深夜禁机发声明 郑重澄清聚会时间是去年6月15号 并非三级警戒的期间 是有人临时邀约唱了两首歌就走 不过当时的防疫规定是餐厅每桌8人 无法维持社交距离时也该佩戴口罩 即便是去年6月的影片 也不符合当时的防疫规定 更不要说阿中部长是一个公务员跟官员 最高指挥官自己带头犯规 国民党议员李参选人也公布另一支影片 陈时中在台上高歌也没佩戴口罩 说时间点是9号不过却也有网友质疑 头发长度似乎不太一样 的确隔了一天的陈时中 头发长度稍稍长了些 陈时中影片连环报观感不佳 毕竟指挥官是防疫指标 与旁人的接触方式 一举一动都被放大解释 记者纵报道 明年春节防疫旅馆量能吃紧 指挥中心目前正在眼拟 只要打满两剂疫苗的民众 入境检疫措施可以从10加4改成7加7 同时提出了近4个月的统计数据 指出如果有突破性感染 绝大多数都可以在入境7天内被验出确诊 但首医师指出 这只是找统计数据来支持政策 在国外并没有任何的研究佐证 突破性感染在检疫前7天内 容易被验出确诊 也有专家点出 其实7加7检疫能否成功的关键 是在后面的7天 如果某些人不遵守相关的规定 偷跑出门就可能会形成破口 明年春节返台入境10加4检疫争议 还没平息如今又冒出新方案 严历改成7加7 指挥中心更提出近4个月统计数据 指出如果有突破性感染 绝大多数都会在入境7天内被验出确诊 但也被专家点出 如果国外其实没有任何研究证实 突破性感染会在检疫前7天内 比较容易验出来 国内目前人追求清零 这上防御旅馆空间不够 就好拿出这样的统计数字 当作依据 面对民众担忧 这一次4万人返国又可能改采7加7检疫 会不会在春节之后又爆发新一波疫情 对此专家普遍认为只要民众自律 7加7的方案还是优于10加4 但防疫能否成功的关键其实是在后面7天 要是有人没有遵守规定脱跑出门 而正好又是无症状感染者就可能会形成破口 机查还有电绑频率也要增加 后7天你一旦离开旅馆 相对上等于要靠自律机查机制 跟一个处罚的机制 万一漏出去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那就由社区防护网来挡 还有公外专家认为 透过频繁筛解也能够防堵漏洞 即便有突破性感染 因为打过完整疫苗 因此患者病毒量也不会太高 更重要的是要把对付病毒的武器准备好 只要有口服药物 就能减轻医院端的治疗压力 就留名是什么的 指挥中心决议 暂缓青少年接种第二剂BNT疫苗 未来两周将邀专家开会 评估青少年接种后 新肌炎发生的风险 再决定要不要让青少年打第二剂 而不少国内专家认为 目前本土疫情平稳 确实有空间考虑 而根据美国机管中心的研究 青少年接种BNT之后 第二剂新肌炎发生的风险 是第一剂的5到10倍 风险明显较高 但青少年如果有出国的需求 或者是同住家园 是高风险族群 还是应该要先打第二剂 台大教授陈秀希则认为 未来可以考虑用蛋白质疫苗 混打MRNA疫苗 例如说用高端来混打BNT 也许可以为新肌炎风险解套 全台将近九成青少年 都打完第一剂BNT疫苗 第二剂间隔时间也超过六周了 但九位中心决议暂缓第二剂接种 要再用两个礼拜的时间 来评估心肌炎发生的风险 暂缓是没有问题的 我就说主要就是他们感染之后 也没有什么住院中症死亡的 他不是为他自己打一样 他在为别人打 打两剂之后的风险高了快十倍 你要不要冒那个风险 有专家认为现在国内疫情平稳 是否施打第二剂还有考虑空间 但青少年如果有出国需求 或同住家人是高风险族群 例如医护 几组员等 还是应该先打第二剂 减少感染风险 而台大医学教授张鸾音指出 暂缓施打的两大考量 是疫情状况和心肌炎风险 而且美国疾管中心研究 青少年接种BNT后 第二剂心肌炎发生的风险 是第一剂的五到十倍 台大公卫学院教授陈秀希则认为 未来可考虑用蛋白质疫苗 混打mRNA疫苗 例如高端混打BNT 也许可为心肌炎风险解套 蛋白质疫苗本身来讲 产生副作用的 基本上的比例 并不会像辉瑞或莫德纳这么高 对于次世代疫苗 未来也有可能改善 心肌炎的这些副作用 青少年到底要不要打第二剂BNT疫苗 得在染疫和心肌炎的风险中 做出评估 决定报道 农地春节即将到来 许多层外国回来的民众 选择下榻在花莲的防疫旅馆 因为这里可以远眺太平洋 环境优美 也造成防疫旅馆春节档期 统统被订满 不过线谷表示 其实还有房间数 因为只有三间旅馆 愿意把入住资讯公开在网路上 才会造成旅馆量能足够 但是民众却订不到房 来到防疫旅馆 窗户外头就可以远眺太平洋 享受东台湾的清新空气 也难怪花莲防疫旅馆 在农历春节档期 会被秒杀民众订不到位 不过其中原因却不单纯 是旅馆量能不足 其实花莲县内一共有八家 防疫旅馆 其中只有三家业者 愿意将电话等联络资讯 放在网路上 另外五家不愿意 所以造成明明有房间 民众却订不到房的窘境 业者不公开资讯 想要订房 卫生局说可以协助 其实上一赛今年十二月二十五号 到明年一月五号的订房率 都还没有满 统计截至四号 还有五成可以订 至于防疫旅馆 不愿意将联络资讯公开 卫生局透露 可能是担心在地居民反感 他们也会尽量沟通协调 防疫旅馆不足的情况下 每一间空房都很珍贵 花莲还有五成空房间 卫生局将协助需要订房的民众 能够解决订不到房的窘境 借沉敬业爱花莲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